來帶給大家一個最新的消息 在剛剛4點半的時候 柯文哲的二度家庭是已經結束了 目前在畫面的左手邊 您所看到就是在地院的最新狀況 等等他的律師應該會出來 跟大家來講一下 今天到底裡面的狀況如何 而北地院 台北地院這一邊 預計是下午的5點10分 會出來宣布結果 所以請大家持續鎖定56台 我們會帶給你最新的訊息 其實在今天這個禁鴨庭 目前在場外是有小草在的 我們剛才告訴大家了 台北市的警局這邊 所以有派出了400名的警力 在現場來做維安 但柯文哲現前是有先告訴大家 不可以說政府沒辦法我們先鬥 所以呼籲大家正常生活 正常上下班 要大家不要上街 好 可是問題是館長有跳出來講話 聽聽他怎麼說 如果你在壓我不是恐嚇 這次在法院外面的人僵侍 這一次的十倍百倍 你下次我絕對用號召的 你可以試試看啊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啊 因為這叫逼人太勝 好 館長有說法 但是現在網絡上面的小草們 其實也是群情激憤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有人突然跳出來說 他先預告現場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當場來自商抗議 再次的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做傻事 冷靜一點不要做傷害自己的事情 為什麼大家情緒會這麼亢奮 原因是因為上一回的家庭 其實後來就傳出了在永和這邊 有一名小草市墜樓後來不幸身亡 結果很多人都講在網絡上面那些言論 到底對於這件事情 有沒有真的直接的正相關 甚至有人跑去問四叉貓 四叉貓昨天臉書被灌爆 他還跟大家講說 很多人跑來留言 問我晚上睡得好不好 結果呢 他就直播他睡覺五個半小時 後來還說觀看是四萬多人 斗內還賺了一萬兩千多塊 再一次的感謝各位 大家就講了 這樣的行徑真的是在 刺激民眾黨的支持者嗎 這真的是理智的行為嗎 好 呼籲理智的 其實不是只有民眾黨希望大家要保重自己 要理智 保持冷靜 還有一個人他叫做沈柏洋 沈柏洋說 你們這一些把人帶上街頭的民眾黨立委們 清楚一下自己的社會責任 還說了 你應該要直接跟支持者對話 你要理解啊 這樣子是一個對的行為嗎 現在應該要靜待司法 畢竟我們對事實都不夠清楚 感覺好像民進黨非常理性 非常理智 可是問題是 先前民進黨是怎麼樣的尊重司法 講到這邊 我們今天早上在開會的時候 有人就想到這個經典畫面 來看 還記得嗎 今天的一踢 他踢的是誰 他踢的不是一般的門 他踢的是法務部長的門 大家就想說 過往我們講到的這些例子 還缺嗎 後來門有加固坐後一點 後來門有加固坐後一點 這個還缺嗎 所以當民進黨出來跟大家講說 面對司法要理智要尊重的時候 大家開始在問了 網絡上的這些講話 真的不是在刺激人嗎 好 其實網絡上面 現在也傳出來說 彼此之間在攻防 現在要非常的政治正確 譬如 有這一個網紅叫于江夫婦 他們在網絡上面講 試吃東西 講了一個軟糯這兩個字 結果後來就有人講說 你要道歉 你為什麼用大陸用語 甚至還嗆他這個叫文化侵略 結果他馬上出來跟大家道歉 所以我本身也不喜歡知語形容 其實我只是想要形容說 很好吃 那未來我會小心一點 馬上網友跟他說 謝謝你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但軟糯這兩個字 真的是對岸語言嗎 這個叫民國文學 大家就開始在問 等一下可以問一下中文系的兵哥 這個跟所謂的對岸語言真的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看了之後就傻眼了 現在台灣到底是什麼樣的境界 什麼都要上綱到政治 什麼都要講到政治正確 會不會太誇張 請教一下亮哥 目前最新的一個消息 就是下午的家庭已經結束了 等等5點10分 應該北院這一邊會出來跟大家講 最新的一個裁定的結果 但是在場外的蕭草 柯文哲先前是叫大家正常生活 恭喜燕營不用加班 不過如果柯P巨寶 如果是中寶 不是激昂的話 可能還要再演下去 我覺得民眾黨這一次的感受就是 不是只有法院在動 或者北檢在動 事實上有很多是媒體在動 有些人講話都是在政論節目講的 比如說某某議員 在節目上就說柯文哲 少說也拿到定小威的 什麼拿到3到4億 對不對 吳怡軒不是說要自訴嗎 他說他不相信北檢 所以不要去那邊提告 他要自訴 對不對 這個就反映出 已經完全不相信司法了 為什麼這樣的人 可以在電視上亂說呢 那沒有任何證據 電視台照播 而且我還聽說 有某個綠的電視台 搞24小時通曝 為了柯文哲的節目 那你是要幹嘛 而且你上面充斥著那麼多假消息 你又不是說你在追事實 北檢北院在追新聞 不是啊 他是車輪戰 讓各種名嘴上去 各自講他的故事 就是這樣啊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某某傳媒 那個周刊 就選在人家要判決之前 要趕快出專刊 那做一整集都是有關你的故事 那你也不知道真假 我覺得就是這樣在搞人 那人家就知道就說 那我只能夠用政治來跟你對抗 所以你看民眾黨那天在開記者會 我就看到張祈愷 張祈愷本來是一個多斯文的人 很溫和 都多抓狂 張祈愷說 他立法院一開議 他就要提廢除監察院的案子 然後要凍結宣察院的 要把刪掉 除了必要預算之外 其他都給人家刪掉 那大家都整著看 大法官的人士 NCC的人士 我告訴你包起來不用送了 我跟你保證程序委員會 絕對不會過 而且大家不要忘 10月 大法官還要做出 憲法法庭還要做出四憲案 到時候如果國會改革五個案 全部都會推翻 那我看大概都不用開了 你張文貞 擺明就是五個案都反對的 你還要當司法院院長 你不要做夢 就不用審了 到時候國民黨一定會又再來一次 國會改革2.0版 所以我說到時候就大家都來大談判 就搞大政治 然後總預算的審查也一樣 大案都給他凍結 全國攤牌 搞得你民進黨大癱瘓 因為你這種搞政治的方法 太過分了 哪有人這樣搞政治的 你縱容那個 你的綠台可以這樣隨便亂搞 搞到人家跳樓 你在網路怎麼霸凌別人 這種政黨這種執政黨就是 低級下流到極點 你看人家怎麼報復你 下個會其實就是預算審查 大家等走著瞧吧 好 我們兩個都有點激動 但是我們還是 比較不要用情緒性的語言 但請教一下賓哥 原因是因為 其實在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等等5點10分 有可能就會出來來宣判結果了 你怎麼樣來看 5點10分如果就宣判 比原來預期的時程還要早 對 那就表示時間其實很短 時間越短對柯P越不利 講實在話 就這樣 表示沒有什麼很激烈的公報 所以這個 當然我們就靜待最後的結果 那我覺得民眾黨的呼籲是對的 就是政治的東西 這個是要奮鬥很長的時間 大家也不要急於意識 也不要放棄工作 也不要思想過激 也不要為了這些去做一些 什麼激烈的事情 這些都不值得 不值得你這樣做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行有餘力再去關心這些東西 那你自己的跟家人 才是要擺在第一位的事情 那至於說四叉貓的東西 說真的就不要理他了 因為他可以活在他的世界 他也不犯法 那人家願意花錢去抖內 去看他睡覺 那就是這些人心甘情願 我們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人家有這個權利 那重點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四叉貓 你也不想讓他身量太高 你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永遠不要理他 就是這樣 就是到視而不見 這樣就好 因為這種人你拿他沒責的 那至於這個沈柏洋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們民進黨什麼時候 在乎過自己的社會責任 民進黨的衝突 不要忘了 上次在台中捷運殺人那一個 不是也是你們的支持者嗎 然後多少次你們 我從小到大 你們民進黨抗爭了多少次 東西有造成多少傷亡 你們都忘記了嗎 社會責任你們講得出口嗎 他最後講這個軟糯這個東西 軟糯什麼時候變成大陸用語 軟糯是我從小就有的東西 其實台語還有對應叫軟糯 就是這樣 那是怎樣 你們自己年輕不知道 然後當作別人都不知道 我今天看到更好笑 還有一些紙語糾察隊 在網路上講說 文旦是大陸用語 台語叫柚子 你頭殼壞了拜託 你們這些人 基本台灣文化都不懂 還好一時出來當糾察隊 趕快回家念書吧 尖叫薇翰哥 現在是這樣 因為如果科文的主席 真的是就是聚保 那就是壓 壓 交保都是壓 除了再次無保請問之外 看起來就是要被壓 那被壓就兩個月 被壓就兩個月 那兩個月接下來 民眾黨怎麼辦 早上其實那個記者會 你去看 反覆至少問了三次 這樣的問題 但是李偉華 他是中評會 他負責 就問你要不要對他停權 其實記得問的這個問題 簡單講 比如說像周文燦被收壓 那民進黨就給他停權三年 他的意思就是問說 那你民眾黨是什麼 目前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主席還沒有 主席是請假 他還沒有被壓 可是被壓不被壓 都是大概兩個月的事 接下來還有第二案 第三案 第四案 所以其實 我覺得民眾黨 確實是要去考慮說 我現在並不是在 住衰克文哲 他被壓或不被壓 因為不管 就算是要無保請回 他總是最後可能起訴 然後要面對一審二審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案 第三 第四案 兩年 大概就兩年的時間 這麼多案 魚果市場 北市科 金管城之後 還有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還跟他同學李文宗 李文宗現在也被列被告 所以案情在升高 然後或許最後 三年後 五年後 全身而退 可是他在糾纏 19007年2月13號的時候 是黨主席的身份 特別非案被起訴 當天下午 那時候我帶我兒子去動物園玩 休假期間回來連線 因為他宣布辭去黨主席 可是持續黨主席 他並沒有失去政治能量 他就是一個被起訴的 重大之下 繼續去參與 乾脆跪當 然後跑去全台灣 Don't stay 他一樣後來隔年雪上的總統 所以柯文哲 他如果 現在目前出的這關 別人會去檢視說 如果他被收押 或者他被起訴 因為總是有一天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 掃描 下載 之後就可以手掌握 TVBS的重點新聞 在等等廣告20秒之後 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還有我們關心 國內外的大小事